这不好说,方案这些事情要收集很多的证据的,这件事情我没有参与进来太多,平时又都是景洪一手操办的,我知道的差不多也跟你一样,而且,郑启明的下场会是怎么样,说起来也都要看你的意思,你想让他怎样,景洪应该就会帮你让他怎样的。 我能知道你执意想要在这个时候来照顾景洪的原因吗? 他撇撇嘴,心里头嘀咕说,兄弟俩还真是一样喜欢玩新的,他帮我方案,我来照顾一下他也没什么办,况且,我也没有做什么呀,反正在你家里坐着也是坐着,来到这里还一样都是坐着呀。 还真是没心没肺呀,这女人狠起来也不亚于一个男人呢,不过谁叫傅景洪活该呢? 好,既然你要在这里,那我就先回去了,你有什么需要就给陈康打电话。 有些话,我还是比较想跟桃子聊,等一下我跟他打电话。 承喜之心里想,我就没见过这么小心眼的女人。 随你吧,病房的门被摔得有些响,明显关门的人心里有些火气。 想到刚才老男人一下子僵硬住的身体,蒋介南忍不住垂头笑了一下,觉得自己能让承喜之这么吃瘪,也是本事蛮大的。 蒋介南坐在椅子上,忽然觉得一阵心累,若不是苏婉萍出了这样的事情,她一定还会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。 可是偏偏苏婉萍去世了,直接间接的都和她蒋介南有关吧,这让她怎么可能在那么心安理得的呢? 这也是她执意要在这时候守在傅景洪身边的原因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